郁明議員 好 這樣可以聽到聲音嗎 這坑可以嗎 可以 謝謝大家 今天謝謝大家 在我們CDC 疫情主義中心開完以後 新北市接著疫情中心之後 特別再開應變會議 因為今天可以講是 本土案例最多的一天 而且都集中在北北基這個領域裡面 所以給臺灣到臺北的中心 最多人口的新北市 必須面對嚴峻的疫情 要更採取更積極的作為 CDC規定現在是二級警戒 昨天我們針對二級警戒已經有所作為 但是面對本土的病例特別高漲 在這關鍵的重要時刻裡面 我們必須要採取 比二級警戒更強化更快速應變的作戰方式 所以特別為了全面防堵疫情 我們採取現階段的作戰方式 採取現在的作戰方式 用肩幣親眼 來面對這次疫情 我們的肩幣親眼 我們的肩幣親眼 對人 擴大匡列 擴大採檢 對地點 全面消毒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對人潮積極的 公共領域的地方 能夠 暫停營業 就暫停營業 不能夠暫停營業 要做好人流管制 讓所有的傳播的感染源 以及傳播的途徑 能夠受到有效的控制 在強化二級警戒 肩幣親眼的作戰方式底下 新北市 重新調整部法 必須面對這樣一個嚴峻的 疫情裡面 做好幾項 更嚴格的管制 第一個 我們的八大 特殊娛樂 營業場所 包括網咖 電子遊戲場 全部暫停營業 全部關閉 全部暫停營業 全部關閉 第二個 新北市的 公有場館 包括文化場館 運動中心 圖書館 活動中心 全部 關閉 另外 營業場所 要採取更嚴格的人流管制 我們要做實力的集合 讓 防疫能夠做到落實 這個工作 從現在 現在宣布開始 要求各單位 就到各場所裡面 去宣導實施 立即採取 關閉 關閉 停止營業 或是人流管制 直到 六月八號 所以新北市除了早上 宣布的親子管 營法紀樂部 社區關懷祭典 以及 所有的 八大風險 嚴格落實 要戴口罩 要戴口罩 嵌不僅開發以外 採取更嚴格的所有的場館 暫停 以及營業場所 人流管控 這是我們今天 開會 最主要的幾點的重點 那面對 這一場 疫情來勢洶洶 傳播速度之快 我們今天六大七塊 從早上就開始消毒 所以現在在五谷 在中和 都還在消毒當中 我們希望 我們的肩幣親眼 全面黃土 能夠達到一定的效果 讓感染源 感染途徑 不再擴大 以上是我們今天 開會的重點